大家好,欢迎来到Furray的安装教程 本期我们讲解的是GoT的系列产品 第一款,多功能尾门拓展板 大家来看一下它很大 这是Furray比较大的一款产品了 而且是GoT的首款产品 它是装在咱们尾门上的一个多功能拓展板 它可以固定各种各样的东西 咱们平时用的旗杆架,救援装备 包括这些铁锹等等 甚至一些砂板油桶都可以固定到咱们这上面 而且是原装位,不需要对车身有任何的改动 那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工艺 还是Furray的整体的一个军事风格 它非常的装备 再一个就是它整体还是用CNC CNC机加工雕刻而成 那大家看一下这四个部件 这四个部件分别是四个暴孤 那这四个暴孤呢 大家平时可以把它松开 可以把它松开 松开了它是可以去固定一些咱们的常用装备的 我们把它做的是可拆卸的 是快拆的 为什么它统一放在这个位置呢 因为它非装备状态的时候 大家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它不会影响咱们整个一个美观性 而且不会有跟车身有什么干涉 再一个就是它随时可以拆卸 大家看到这个螺丝呢 大家可以把它拆掉 拆掉来看咱们的装备板的这一侧 装备板的每一侧呀 包括咱们的中间呀都留了一些螺牙孔 那咱们可以把暴孤不管是横向 还是纵向都可以固定在任何的位置 去固定大家任何想要去固定的任何装备 都没有问题 两侧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侧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Furray的浮雕高光金属徽章 非常具有质感 镶嵌的镶嵌工艺 摄像头的固定支架 摄像头固定支架 那整个这个摄像头的这个固定模块呢 是咱们整个把总成重新去制作的 也是雕刻工艺 大家可以离近一点看一下它的细节 非常的干净漂亮 Furray logo仍然是浮雕高光 雕刻出来了 非常有质感 非常的有质感 而且跟原厂摄像头的相线关系 是非常完美 几乎接近于原厂 它的角度也就更合理 更合理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那它的安装呢 非常简单 大家来看一下它的整体 它是下方支架跟上方支架 固定到咱们原厂尾门上的 它不会跟尾门有任何的干涉 尾门打开的时候 也不会跟咱们的后盖有任何的干涉 这个都是已经计算好了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安装 它非常的方便 除了拓展装备以外 那它的颜值大家可以看到 侧面呢 像进气科山一样的 比较运动的一个设计 两侧都是一样 那装备板跟底板的相线关系 也是非常舒服的 它不仅仅只是大家看到的一块板 那么简单 它全部都是雕刻出来的 你看 两块板的相线关系 大家可以看这个细节 非常的漂亮 它相线关系非常好 那好 那现在咱们就装车 然后大家来看一下它具体的一个安装效果 还有它的一个使用办法 装我们这个围板 我们需要去把我们前面这块试板 先要去给它拆除掉 它的卡扣 我们是从内侧去把它拆掉 我们首先需要去把我们原车的这块板 上面的螺丝都去给它拆掉 还有去拆我们的这个主的摄像头 也要去把上面这块板给它拆除掉 当我们拆除掉完了之后 我们去用我们的钳子 在我们这个后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 它会有卡扣 我们去用钳子去捏它 或者是用螺丝刀 去顶它一下 去把前面这块板 去给它拆除掉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背后这个卡扣的结构 它是 它是有两个尺 去把它卡住的 它一掉之后 去把我们的原车的摄像头 从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已经把它拿下来了 它是在这个位置的 去给它往侧边 侧边拉 侧边拉之后 我们这个支架就掉了 我们支架掉了之后 我们在原车的这个摄像头 这个位置会有 三颗小螺丝 内花方的 我们去把它也拆除掉 拆除掉之后 我们这个摄像头 就可以拿掉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手里面拿的这个 这就是我们 这个勾梯围板的 一个摄像头 制作 我们现在已经把摄像头 已经装进去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块旁边是过于三个小螺丝 在我们这三个小螺丝 是在我们这个 螺丝带子里面 它是带有的 我们这个摄像头 这个是装到这个位置的 另外我们在里面还配有两个这样的一个方框 我们这个方框 大家可以看一下窄的这边 窄的这边是从下的 向下的 我们是装到这个位置的 我们另外一块板呢 也是装到上面的 它属于一个加强板 去固定到这个位置 在我们这个螺丝带子里面 带有这样一个成头的一个螺丝 它是一个斜头的 我们去把这个去给它带住 我们上面的这一块板也去给它盖住 这个箱头呢 在我们这个板的背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板的背后的位置 我们这个位置是也有三颗螺丝 我们三颗螺丝是一个平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一个平的 它不是一个带有锥面的一个螺丝 我们去把这个背面的这个螺丝 也去给它带好 这我们正好是在背面 我们去把我们的摄像头 去给它装上去 我们摄像头后面的螺丝是用的相同的这个螺丝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把背后这个部分的螺丝已经拧上了 拧上之后我们去把另外一块板去给它并到这个位置 去给它对齐了 去给它对齐了 对齐之后我们去把我们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的螺丝再去给它拧上 尽量的我们去避开这个摄像头的这个位置 不要去把摄像头喝掉了 因为我们这个摄像头它是挺贵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合并了 螺丝也现在拧挺了 在我们这个袋子里面 大家可以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小泡面胶 我们是去把我们这个支架去给它贴住的 以便于这个防止刮发了你的那个车子漆面 在我们四个角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支架 去把它贴上去 包括我们的摄像头的这个主标的一个位置 我们也去给它贴上 在装我们这个主支架之前 我们需要去把原车的荷叶位置的螺丝要去拆掉两颗 我们是拆这个内侧的 我们要去用一个T45的一个内花方扳手 去把它拧了下来 我们去把这个后面螺丝拆掉之后 我们把门子去给它先打了起来 打了起来之后 我们去从它后面这个位置先给它去给它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我们去把门子放下来 把门子放下来之后 我们可以去把我们的这两颗螺丝 再去拧到原车位的这个位置 我们支架装上去之后 我们去把这个螺丝先不要去拧紧 我们去拖上来看一下 背面的这个支架的一个位置 如果它不合适的话 我们去给它调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鸡帮这个缝隙 出现就是鸡帮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 我们再去把它拧紧 我们把这个螺丝拧紧之后 我们再去装另外一侧 另外一侧它是跟左侧是一样的 一样的装法 在装我们这个围板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袋子里面 还有这样一块小板 我们这个小板是装到这个内侧 往板内侧这个位置的 我们去从背后去从正面 把它的螺丝给它锁了过来 锁了过来之后我们 在这个后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还有两个胶垫 我们这个胶垫是贴到这个位置的 切完之后我们去把这个螺丝拧紧 之后我们直接可以上我们的尾板了 直接去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 放上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面 下面这个地方有个螺丝孔 我们去给它先带到上面 这个螺丝先我们不要去给它带紧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还有一包螺丝 我们去把这个螺丝去给它先带一半 它是一个短的M6的螺丝 我们去给它拧上 我们去给它拧上 我们两侧都给它拧上之后 我们去把我们的摄像头线 我们去给它放下来一点 之后我们去把我们的摄像头线再去给它插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面这两块后面就已经切好了 切好了之后我们去连接我们的这一块板 大家在袋子里面可以找到我们这一块小板之后 我们去用螺丝去把我们的板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我已经去给它拉了一个拉毛 我们里面是带一个这样的 我们去把这个拉毛拉好之后 我们去把这个装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袋子面还有就是 网板的一个连接螺丝 连接螺丝是固定到这些位置的 一共是八个我们去把这八个先装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里面带有这样一个螺片 我们是装到中间这个位置的 如果你是用螺丝装的话 这个后面它这个地方它这个螺丝是不好带的 所以我们就是去用的这种螺片型了 当我们下面的螺丝安装好了之后 我们先去带中间这条螺丝 散完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包装里面 会有这样的很多小片 里面会有两个 两个最小的 两个最小的是我们是装在最里面的这个 还有旁边 是边上的这个 剩下的我们都是去装这个长片 我们这个是在里面去固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最后装完的一个小物 我们上面啊带有很多这个拓展孔 是要么这个拓展环 还有我们的旗杆架呀 还有背包呀 还有你的就是拖车绳拖车钩啊 都是可以挂的